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安安 我是郑鸿宜 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道了 小英总统今天出国访问 长达12天会过境美国 那么小英出访之前 记家回说的四评八文 据说在美国会有让大家很意外的突破 那么这个突破是什么 我觉得值得探讨 那媒体人范琪斐写了他的脸书 说他妈妈很难很难 可是他说这次他要投蔡英文 他问妈妈说怎么了 是因为我专访蔡英文吗 他说不是 因为香港的反送中 所以他说如果小英在当选总统 那么林郑月娥就是MVP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应该好好地来探讨 韩国瑜的农舍事件 今天再生风波 因为找到了原始的建商 建商把图拿出来 说韩国瑜现在的房子跟当时原始是不一样的 有什么不一样 现在的房子说 长大了 长高了也长胖了 那么显然意思是 这个有增见 那这些增见 有没有违见呢 有没有人包庇呢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韩粉的事件 现在连国民党的议员都看不下去 出来说为什么韩国瑜要放任这些 韩粉这样 连他自己都受不了 那么那韩国瑜的态度是什么 这个事情才重要 为什么人家问的时候 说这个大韩的这个饼店 有人要把它放火烧掉 韩粉威胁 他说谢谢 为什么就是这样的态度呢 到今天他才说那不可取 那么干目前 拜一拜一拜三拜四 这个国民党的初选民调 已经进行了四天 那么到现在 因为都有派人进去 每一个阵营都有派人去观察 到底现在是差多少 我意思 差到为什么 郭台铭接受网问会哭了 这位这么霸的人竟然哭了 为什么依靠 那今天我们要来分析 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 第一位是民进董的理位 他也是外交跟国防的立法委员 非常认真的王定宇 王委员 欢迎大哥 大家好 另外是台湾四川大学政研所的教授 范世平 范老师 欢迎哥好 大家好 以及媒体人王时期 大家好 另外是国民党高雄市议员 黄柏林 黄议员 大家好 以及媒体人尚义夫 大家好 另外也是媒体人 这个对韩国语的保单 下很大的功夫 黄光琴 大家好 好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来看的是小英总统 那今天出访之前 他所开的记者会 来我们来看 欧喜耀 在机舱里面呢 我们会透过我们的社群媒体 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外交上面的测试 坐在机舱里 小英总统任内 第七次出访就要起飞了 不忘录影传给LINE好友 那现在我们就要出发了 那我们保持联络 我们下一次见面呢 就是在纽约 这次出访 加勒比海四个友邦 但最大亮点 还是准访美行程 12天当中 有四个晚上在美国境内 第一站就是政经中心 纽约 我们也掌握小英纽约行程 第一站就要出席 友邦驻联合国 常任代表的欢迎酒会 这是我国总统 第一次在纽约 跟友邦联合国常任代表见面 第二天小英应邀出席 台美企业高峰会 由美台商业协会 和我国外贸协会联合举办 美光 花旗 康宁等 重量级美国企业领袖 都将出席 接着到哥伦比亚大学 跟学者 学生对谈 晚间出席桥宴 第三天离境前走温馨路线 到中央公园 跟留学生见走 我们是海洋国家 是世界的台湾 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把自己 封闭在台湾海峡的一角 我们也期待在出访的时候 为台湾寻找更大的空间 以及商机 找商机也跟相同理念 国家合作 小英总统出访前正式谈话 似乎也预告这回出访彩蛋 不受24小时离境限制 公开会晤行程增加 历年访美最高规格 小英也透过社群 分享外交战果临时差 好 那么今天我们刚好 王定宇王委员 也是外交 也是各方的委员会 那有一说说 今年八月 美国就会卖给台湾 F16V66架 那我先请教一下 这边 我们小英总统 美国有什么突破吗 我们基于外交的礼貌 其实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其实真的不好讲 我简单来说 蔡英文总统这一次的出访 之前不是M1A2 T这一个订单 之前还有很多媒体 说川普生变 最继中国什么什么 其实那个程序 我看到他都是按着程序跑 而且还加速 没有延迟 加速在蔡英文总统出访前 来告诉你这个成交 这个是对台湾非常重大利益 重大安全的一个交易 那你刚才提到F16V 原来你去查所有的每个月 都是年底 11月 10月到11月 我只能很负责任的讲 不会那么慢 那会比想象的快很多 比10月11月还快 会比他想象快很多 那这66架F16V 全新最新型 也就是F16的终极改版 他对地对海的攻击能力很高 我们台湾在花东指挥部的一个基地 一个连队 F5 我们扎给F5 要整批淘汰 你只想F5全部 跟这F16V 你就知道那个战力有提高多少 而且是放了一个整整一个连队 一个连队是 一个66架 66架 那这66架在那里的时候 除了保护我们花东 以前花东我们不用放那么重兵 但因为中共从2013年 绕到我们的东部外海 也就是西太平洋 形成西太平洋的威胁 所以我们把英式飞弹 爱山 攻三 攻二 还有相关的作战武力 开始要往花东走 否则以前我们的雷达 通通是向着中国那个方向 所以过了那个山 有那个地球弧度的关系 所以会增加我们一些负担 其实负担我们的安全以外 如果你仔细看 这F16V 放的地方 它影响到的是美国的关岛的安全 影响到的是日本加首纳 沃沃沃沃 日本驻军 跟台湾 跟美国驻军的安全 还有宫古海峡 通往西太平洋这个渠道的重要通渠 所以台湾的F16V连队在这里 北边是日本刚派驻 他们最精锐的陆战队 应该是一个旅在那个地方 加上岸基对舰的火箭系统 加上美军也强化那边的驻军 还有一台大黄蜂级的 所谓两栖的小航母 都放在这儿 你就知道这个东北角 对整个印太地区 西太平洋安全多重要 然后再回头看这个采购案 就知道 这是一个国际合作 国家安全 还有区域外交的意义 所以这一个F16V的 美国宣布成交 我们乐见它 能够尽快成交 能够尽快达成 我们也希望不要分政党 不 总统你美国有突破有什么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他不能讲的突破 对 我们那样没有泄露 现在我们第一站是停纽约 我们就先观察纽约 纽约不是他 蔡英文中文不是第一个去的 我印象陈水扁 马英九都去过纽约 所以出访纽约本身不算突破 对 那在这突破三个事情可以观察 第一个停留 根本就已经是拜访 那不是过境 那停留的形势 能不能自由走动 以前我们的总统和记者 多可能 总统如果到纽约的话 记者跟他不同饭店 不能急问急答 不能立即把记者写的稿 传回国内 上一次突破是什么时候 蔡英文中文去年八月到洛杉矶 第一次突破这个限制 那纽约的政治经济的意义 又不同于洛杉矶 所以到纽约 小英会到外面跑跑跑跑跑 除了到他母校去做谈会以外 在外面 能不能及时的接受采访 能够让记者跟他同个饭店 能够及时的把这个讯息发出来 这个是形式上的突破 还没有到主权的城市 接下来是地点 蔡英文中文在纽约会去哪里 这个地点就很重要 有的地点会彰显主权 有的地点不会彰显主权 有的地点会彰显两国之间的关系 有的地点会凸显某一个历史的意义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观察 蔡英文中文现在飞机在飞了 那他下飞机之后 会去什么地点 这个地点其实是在外交很重要的意义 第三个见谁 我开玩笑 我外面这句真的开玩笑 见川普那就不一样了 见了谁其实很重要 你刚刚那两点都没有讲说 开玩笑的 我说我们要去观察那个点 但在哪里我不知道 至于见谁会非常重要 除了例行的 我们也很珍惜很重视的 美国的国会议员 市长 州长 或者相关的国务院的官员会来 AIT的官员会来以外 在这一次纽约 会不会见到我们想象不到的对象 那他形塑出什么样的意义 我也觉得可以期待 因为纽约待两天真的是很长 而且是很重要 那接下来往邦交国去 其实你发现邦交国停的时间都没有比美国长 所以邦交国停了几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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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四天四夜 回头来到内陆Denver 到丹佛这个地方 如果单纯要过境外交 根本不用飞这里 飞西岸东岸或阿拉斯加就好了 到丹佛这里 那这个州是 这个参议院外委会主席的选区 那他已经表明会去那边陪同 那如果大家有印象 他在台湾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陪他去西门町吃东西 跟他吃米饭 背走 州长吗 不是 陈议员 外委会主席 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Chairman 这个很重要 很大 那这一次换他当东道主 总统来到他的选区 他的同僚谁会到 那会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参观他的选区 那他就达成了就是拜访而不是过境 所以我觉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 让台湾被国际看见 OK 让台湾的价值 或我们遇到的困难 让国际看见 这个是没有党派族群之分 这是好事情 那以我很有限的头脑 我把它做成判断 可不可以 第一个他能自由走动 对啊 第二个他能够去一个地方 可以彰选国家主权的 我们期待 第三个他会见重要的人 在纽约 应该会 OK 那在丹佛应该就有好几个参议员 应该这样讲 对丹佛也许也会另外的安排 就是去跟回 因为这个我们是当客人 我们要尊重美国的安排 那美国在这一件事情上 我们很谢谢他 因为我以前跟过陈水扁总统出访 他当时到纽约去领了一个人权奖 当时大家也非常的感动 但是之前的媒体采访的行程 不管是马英九或者是陈水扁 其实记者都要住不一样的旅馆 大概走路要十几分钟 然后我们都只能待在那个饭店的一楼等 说看看有没有这个美国的什么样子的议员来 然后因为当时就议员也不太愿意曝光 所以他们有时候是走那个地下室停车场 那我们就碰不到了 那所以在那种状况底下 过去的采访的确是还蛮困难的 而且还蛮憋的 那可是据说这一次就都住同一个饭店 记者跟访问团都住同一个饭店 然后也会有查序 查序就是等于是记者会 你过去很难有总统可以在美国开一个记者会 然后讲自己的看法 意见 但这一次据说是有 那因为他的时间也待得比较长 两个晚上 那所以看 只好见见美国重要的官员 应该不能这样 只好当写一下我们的主席 要吃几顿饭 因为过去我们都是 美国提供的都是舒适便利 那还有安全 那可是你两天在纽约 如果你都被关在房间里面 旅馆的房间里面 因为以前的总统都是被关在房间里面 然后见不一样的议员等等的 那如果两天都关在里面 并不是那么的舒适 所以我想总是应该要出来放风一下吧 总是应该要出来聊 走一走 动一动吧 那所以这些东西其实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可是其实都是美国的那个线一直往后退 我觉得是两边的关系的互信 然后更作为紧密 我差一个我个人的期待 蔡英文中很喜欢吃纽约一个街角的贝果 对啦 那个贝果很有名 那如果这两天都在那里 如果我们的元首 我一直讲说我们的总统不管是姓蔡姓马姓陈 如果我们两千三百万人总统 可以像别人的总统一样 在别的国家 一样的这样走着 那就是值得感动的事情 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元首以前是被关在饭店里面 然后给他蛋 来我接见郑红仪 接见黄光秦 那种形式其实是 是大家两千三百万人一起面对这种委屈跟去路 如果他能走出去 就像上次在洛杉矶一样 罗宾来说 总统你好 然后访问都麦 然后做个集席演讲 吃一个纽约 一个corner在Walk Street那边 一个bagel 那其实是一个叫做正常 我们终于正常了 一个国家的人民可以因为正常而感动 就是让我们多辛苦 是 好 那这个是今天 这个研究BBC的报道说 东亚政治经济的专家 也是香港中文大学客座副教授林夏鲁的分析 他说台湾的民主法以前只是个棋子 这是真的 因为当时美国用台湾来反共 把台湾当 这个当年台湾的人权记录很差 让美国很反感 那林夏鲁说台湾民主化之后 角色建区重要 如果台湾被中国统一 将是当代第一个民主社会 被专制政权夺回 会严重冲击美国 这是林夏鲁的分析 那么倒是我们都认识的这个媒体界的朋友 他以前代表过TVBS跟三立等电视台 派驻在美国当特派员 叫做范奇匪 那范奇匪呢 他写了脸书 他说一向很难的他妈妈 老妈突然说他考虑投给蔡英文 范奇匪说 是因为我专访蔡英文了吗 大家看到在这个访问小英总统 就是范奇匪 然后呢 他说我都还没有决定 然后他老妈说你想太多了 是因为香港 蔡英文20 范奇匪说 蔡英文2020如果当选 林郑月娥是MVP 大家别激动 本文只是想点出香港引渡条例修法 对台湾选民的影响远超过我的预期 请教一下范老师 真的影响那么大吗 的确其实最近很多的 国际媒体都提到了 就是说香港的这次的反送中的事情 其实是对蔡英文的年底的选举 是有帮助的 明年出选举是有帮助的 那我们也看出来的确蔡英文的这个民调呢 事实上在五月份 也就是说六月这个反送中游行之后 他的这个民调 他的不满意度跟满意度出现了黄金交叉 他的满意度开始超越了不满意度了 那包含后来整个这个民进党的党内初选 也可以说是因为这场反送中游行 他所引发的一个效应 那我再回来谈一下说 其实我们看到在蔡英文出访前 美国宣布要出售M1A2T M1A2T是代表台湾的意思 还有就是所谓赤针飞弹 赤针飞弹其实是美国是管制产品 因为它基本上它只要 因为它这是监设型的 它可以非常轻易的把飞机打下来 所以美国是管制的 那为什么美国这次卖给台湾 就是表示对蔡政府的信赖 那这个这个是个长期累计的一个结果了 那我觉得这次很多人在这个看那个G20 G20有人说好像川普跟习近平有所妥协 那我常讲川普这个人是进两步退一步 但还是进了一步 表面上他好像说这个华为的产品 我们没有我们还是会卖东西给华为 但事实上他有强调是基于在不影响国安的情况之下 所以其实最近7月3号在华盛顿邮报 有一个蛮重要的新闻 就是一个投书是董云商 大家应该知道他是前美国国务院的亚太住卿 他还有像这个傅高益 他是哈佛大学教授 他们五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不是敌人 中国不是敌人 这文章引发了举世的一个关注 就是好像有人在跟川普枪瞎了 所以你川普一直把这个中国当敌人 那他们认为中国不是敌人 然后这篇文章有95个人连署 包含谁 包含普瑞泽 就是前美国代理协会主席 还有包含包道格 之前AIT驻台北办事处的主任 就感觉好像有一百个多 一百个人在跟川普呛响 我们看到川普好像也在G20跟习近平 有点妥协了 很多人说是不是川普就开始改变立场了 台湾很多人我看那些蓝媒就说 台湾没吵戏可唱了 川普已经改头换面了 已经要跟中国妥协了 然后你看只有这么多人投书 可是我们知道 我据我了解 我刚刚讲到川普的立场并没有改变 他的立场还是一样 他并没有改变 那这些投书的人就被外界视为叫熊猫派 为什么叫熊猫派 因为这些人其实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 那另外你看这个董云桑 董云桑曾经是美国前川普上来的之后的 国务卿叫做提勒森提名他 可是当时川普身边的人包含像班农 他的川普的国安国务现在已经离开了 他一直认为这个董云桑太过软弱 对中国太过软弱 而且把我们的国旗拿掉 对 他当时把国务院的中华民国国旗拿掉 然后他还公开说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那这个事情引发了后来我们看到美国的参议员卢比欧 他非常的不满 因为那个时候董云桑是代理 代理的助理国务卿 那他要争处 要听证 听证会上路比欧就说 我绝不会让你过 结果果然这个董云桑都没过 他说我使尽全力都要把你拉下来 后来我们看到就说 所以为什么他们现在这几个人 跟傅高一这个人要写这篇文章 其实他们就是熊猫派 他们就是认为说中国不是敌人 我们只要跟中国做生意 中国不会威胁我们的 我们不要跟他对抗 我们可以跟中国和平相处 但是我必须要讲 这种说法在川普上来之后 是完全已经否定掉了 就为什么川普跟习近平见完面 还有人之前说 美国的Time杂志说 川普跟习近平见面 那个台湾的武器不会卖 各自 想不到见完面就卖 就出售了 而且是我们台湾叫地表最强战车 不是像我们郭台铭讲的 卖什么烂武器 所以说这个MA2T出来之后 其实表示什么 这川普亲自签署 这表示川普是把蔡英文 视为是他整个印太战略 不可或缺的一环 为什么最近很多人们也说 这个是AI AIT认为蔡英文是值得信赖的 我觉得从这一次的访美 但我必须要讲 我们也不要太为难我们的委员 因为现在很多的行程 很难到目前为止 对我们今天搞得失望 但是我觉得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确是一个敏感的时刻 很多的行程可能还在安排 不过我倒觉得有点意外 今天郑文燦是已经在纽约 那郑文燦之后在纽约跟小英 一起访美 这个倒是有点 未来的副总统 不会啦 我们不要做联想 但是这是一个很巧妙的安排 很巧妙的安排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好像二度受邀 对 郑文燦最近跑美国跑得蛮久 美国好像对他很 我们一般在暑假期间 美国的台湾人台美人都有下令会 那美东下令会 美南下令会都会有 大概就是时节 所以同时间去的现实上 像蔡其昌也搭了总统专机 也是要去美国跑下令会 那个是蛮例行的 最好应该是例行 但是我 那副总统是谁 但是我觉得小英应该会给大家一个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他会找 他当初会找成年人 第一个他不是民进党籍 第二个他跟政治有某种距离 第三个他的社会形象非常好 他又跟教廷的关系很好 又有这种宗教家的情怀 又是个医生 在台湾有一定的相当地位 又在这个中学院服务过 所以我觉得小英的副总统是谁 我觉得第一个要看国民党谁出来 国民党谁出来 我觉得会影响到小英的决定 那我觉得这次的这个 我觉得因为去年刚刚通过台湾旅行法 所以我认为美国也在寻求突破 我觉得现在我的了解是 蔡政府跟美国之间的默契非常好 双方面都不愿意给对方造成麻烦 但是双方又很想给对方制造一些机会 美国 我必要讲说美国过去 从过去以来 从陈俊比亚 马英九 当然都有出访到美国去 美国基本上是说你不要给我找麻烦 但是我觉得现在美国态度是 我可以帮你什么 那我在我 在我可能的范围之内 我会尽量帮忙 所以这点我觉得态度是不一样 小英总统算是一个沉稳的人 应该讲他很谨慎 即便有大的突破 他也不轻易的乱讲 那讲到霸气 我觉得最霸气的应该是郭台银 你讲到郭台银今天说什么 郭台银说他如果做总统 第一个就是要插谁 要插赖正义 总统可以接着插某一个谁 好大的总统 好大的官位 好恐怖 自爆跟赖正义的恩怨 他重申 富人就应该多缴税 郭台银说当总统 我第一个插他的税 富人多缴税是另外一个课题 那是富人税是另外一回事 我喜欢这个人不喜欢这个人 我这个总统 插 那派秦英会杀 这个背景要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郭台银说 他经台湾最好够的 经纪一千的 他要多多富人税 这个零到一百名 一个人三亿一年 那是一百名到五百名 一个人两亿 那第五百名到一千名 一个人一亿一年 这个赖正义挑出来 说你要选总统 我们干嘛要赔上三亿 睡法也不是这样订的 睡法也不是这样订的 第一个他也不一定的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讨论 赖正义说你去做总统 叫我一年叫三亿 我这么衰 那这个郭台银还好 我说台湾有总统竞选 有总统大选真好 我们就可以看到韩国瑜的房子 到底合不合法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背后在玩什么 如果没有选这个总统 郭台银怎么会去讲 赖正义那个叫草地皮 他今天就在说他草地皮 台北旗士林官邸 那里的房子是没办的 这样想不到恩怨出来了 但是这个以后当总统 这个很有趣 很危险 这个人说他第一个就要查赖正义 赖正义好像睡不着觉 你知道吗 韩国瑜起来第一个要查黄光琴 黄光琴 韩国瑜没有这样讲 我开玩笑 公权力会拿来报私仇就会 如果一个霸气的人这样 那到底这个适不适当 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 先休息进广告 说实在 如果没有这个总统逮论 我们这些国不知道 原来为什么 郭台银买了赖正义 士林官邸的房子 后来他会退掉 为什么退掉 他里面有交代 所以两个人恩怨结了 然后现在他要查赖正义了 所以如果要做总统 有总统代算台湾的民主 太好了 光琴请教你 我看你昨天的这一个脸书 你的脸书有提到 你再丢一个问题 请问李嘉芬 你们有境外保单吗 为什么你这样问 其实这全篇都不是我的专长 所以呢当我发现 所谓李嘉芬 他捧着三十四张保单 去找商周理财网的时候 我就一直关注这个新闻 赫然发现 他们组文完全没有帮 一般的民众解读 三十四张保单 什么意涵 但是很技巧性的放了三个表 三十四张保单 其中十六张你不用管 因为那个有余目混沌的效果 就是说他把不用申报的医疗险 跟意外险也混进去了 那其实我先回答你 境外保单这个问题 韩国瑜家族 你们除了这十八张 申报的保单之外 你们有没有境外保单 境外保单在台湾是不合法的 财政部有规定 但是可以在台湾出单的 所以这个境外保单 我只是留一个疑问句 但是我过去留疑问句 今天既然有个结果 我就必须帮大家解读出来 有结果了 他所谓的公开 二十年都傻傻的慢慢存 他民国八十二年开始 的确就开始买保单了 他买的真的都是二十年 二十一年期的 可是大家注意到 这个七张保单 十八张保单 他十一张已经缴完了 缴满了 那七张保单 有的是新的保单 有的是现在还在缴的 我框起来就是 以我们家 我们两口人 我们还算是高收入的 我们一年的保费 大概一二十万 碰到计缴 碰到年缴 我们都挨挨挨 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限制 一年是不是 一年啊 一年一二十万 可是你看光是2015年 这是韩国瑜当北农总经理 满两年的时候 对 他们光是一年买了四张 六年期的保单 就投入了两百三十几万的保费 哇 我们不吃不喝 我们不可能拿出一年 两百三十几万去保保险的 整个一个月要付二十万啊 对 你看尤其他这个是一月的三张 对不对 三张就砸了整数 五十万五十万一百万两百万 我只能说北农的福利太好了 奖金太多了 所以这是个闲钱 通常有钱人 他会藏在保单里面 所以隐形金库 那我不能说他有藏钱的这个故意 但是如果说你们一直号称自己是庶民 对不起 你们从民国104年的时候 你们就不能说自己是庶民了 然后你知道六年期四张 等于说他一年两百三十几万 我要连续缴六年 我要有把握 我可以连续缴 我可以拿出一千四百万啊 那我们有一个法则就是说 你哦 而且他 你卖假月下游 意思是说你没有这么多收入 没有那么多财产 你去保险你不是会断头了吗 那所以显然就是说 他们大概我们推估 如果他拿十分之一 通常投资理财用保单的话 十分之一我们回推 他们至少有两千万的财产嘛 但是我这个只算保单哦 我并没有去算他们还有房贷哦 他们还有小孩子在国外读书哦 他们还有花费哦 所以有我的朋友他帮我做了一张表 他把这两年最近两年 他们贷款多少啊 负债多少 以及他们进账存款多少啊 他们的房子又解密了一栋啊 譬如说像那个农舍 他在三月十四号申报之前一天 三月十三号 他把四块土地跟一栋房舍 拿去信托了 让我们看不出来 他这个房子到底有多少金额吗 所以我这十八张保单 我一直强调要算出他保单的价值 所以那个叫保价金 保险价值金 有专家他给我估算说 他们保单的产 那个价值大概两千万 两千万 所以我用两千万 光是保险价值两千万 最低标的 所以韩国瑜申报是四千多万 如果加上这两千多万 六千多万 这六七千万的身价 他们怎么会说自己是 是那个所谓的庶民呢 你看 他们光是基金哦 这个是财产申报书上的 他们海外基金就有一千多万 一千一百七十三万 那我回到境外保单 韩冰它是有在海外读书的 海外生活的 我们想当然会有海外的账户 或者他生活会怎么过去 同理可证 你保单三十四张耶 我没有提到的这个表格 不代表不用付保费 我提到的这个光是一年就两百多万 对你十八张保单 保单没有不用保费的 应该都要交啊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 我避重就轻的原因是 只讲一笔 就是这笔 美金八万五千块的 你去乘以二九三十嘛 三十 也是两百多万 两年期的 等于说要五百多万 他说这个是他 期满的这个 拿回来的钱 再投入 我们拿回来 我赶快去缴贷款啦 我们赶快去付小孩子的钱啦 但是他们有一笔 这个我的朋友抓出来 他们怎么会理财呢 这边有一个信贷 利率这么高 八十几万 没有拿去还 所以他合理的怀疑就是说 是不是来不及处理他的资金 利率多少 利率是三点一八% 我光是这个十八张保单 我问了多久 我六月十八号问到现在 快一个月了 那你可以说我不用接受你检视 你就是含黑 你就是卡含 但是既然你拿着这个保单 去跟这个媒体去过个水 说大公开 我那天看到大公开 我想说哇 我害了 我是怎样 我说万一大公开没什么 我不是说一定要有什么 只是说真的 这个如果加入他们的财富的话 那我希望我断了他这个路 为什么 每次说要捐 都没有捐 那这样财富 如果是真的把十八张保单 继续这样子作为隐形金库 他们被怀疑 我想他们自己也不愿意这样乐见 这样公开好 公开然后经过解读 大家就比较清楚了 了解 好 今天苹果日报独家 去追韩国瑜这一个农舍 原来那个主体建筑 建筑 它长大了 它长高了 它也长胖 那到底多少 这个里面有没有违法 等一下我们讨论 来我们来看 不是 空拍李嘉芬 外与云林的农舍 原本的车库跟篮球场 已经火速拆除 不过围建峰坡越演越烈 这一栋像是小城堡的农舍 被爆料和原地主当初卖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 我们找到了原地主 黄先生 他说因为他是自个农 当初他儿子用他的身份 经办这一块农地 但人们给了谁 他并不晓得 但是对照当时申请执照的 测量成果图 农舍总共有三楼 二三楼各有三个阳台 但现在的农舍 二楼多了回廊环绕 三楼上面又多了 类似阁楼的建筑 设计明显和一开始不同 那个左右两侧的阳台 它有圆深 而且圆深到整个正面 它形成了一个回廊的一个设计 曾经的总面积约有四十平 国立加分再度发出声明 强调房子是在民国八十八年完工 我九十一年购买 是我买的 不是我盖的 主建物合法购买登记 使用执照没有问题 愿意配合幸福会刊 如果有任何违建疑虑 也愿意配合拆除 如果主建物不是违建 就请云林县政府尽快认定 对外公布 这农地 我还不知道 农地没怎么办 农地没人家去 或者是怎么办 李嘉芬强调购买农舍合法登记 不过买了之后 是否有增见 对照当初的测量图 这栋豪华农舍 长大又长胖了 那么虽然这么多人的质疑 但是云林县政府 作为主管机关 认为说 没人减习啊 所以呢 不需要勘察 来我们再来看 韩国瑜农舍微建爆发第六天 云林县长张立善被媒体质疑 是不是因为两人老交情 让维建农舍调查进度推托拉 张立善说调救资料需要时间 看看他几天前的说法 两次都说没人检举 但会依法行政 不过唯一到场的居然是环保局 调查自行拆除是否违反空污法 我们可以进行检验 不会有任何特权 只会逢生一遍 篮球架 就是一个丢球的篮球架 就拆掉了 剩下呢 我们就等待 云林县政府的会堪 难怪韩国瑜老神在在 因为县府进度被质疑很归宿 他会再到县地去做县堪 他会要调资料出来 了解确认之后再到县府 调不到资料 到底他那时候申请的资料 是在工所或者是在建设处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限刊 调不到资料就无法限刊 甚至外传农业处一度向平面媒体表示 为敲定联合会刊时间 理由是没人检举不告不理 但又怕媒体自己去谷坑相公所查 9号赶紧发文申请 原建物使用制造资料 10号公所收到 强调11号会交给县府 连同假日前后一拖就是6天 结果一路被媒体追着打 又火速秘密会刊 证实主建物确实增见 以及农地没作物两项违法 要求限期改善 那么今天苹果说 他们独家找到了原农地的地主 也是建商 那么这个黄先生 他说现在这个农舍 这个农舍 跟当初卖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那他们找出了 申请农舍的时候 使用执照的测量成果图 在这边 这样 那么说他长高了 长胖了 也长大了 那有什么不一样呢 以公浓舍的外观 现在是呈 本来是呈长方形 那么墙壁是白色 各楼正面 各开 各楼的正面 各开两扇窗而已 那么位置是左右对称 屋顶是单纯的人质型 可是他说 本来是一间套体处 那么韩国瑜持有之后 现在的外观是正方形 墙壁呈粉红色 还有横条设计 然后二楼有阳台走廊环绕 三楼顶端有三个阁楼窗户 三楼顶端有三个阁楼窗户 而屋顶以非单纯的人质型 宛若一座小城堡 那么旧的建筑物是合法的 新的则变成大间了 那么他说建筑物完工后 如果有增建 有改建 有修建 其实都需要向建管单位申请 如果有增建部分 是需要补照的 如果没有取得使用执照的话 就属于违章建筑 附近的邻居说 他们当时有看到 说这是知道是塞楼的议员来买 可能那时候是李嘉芬的那样 然后原来的地主是建整栋 好像李嘉芬不喜欢 然后都拆掉 都拆掉 拆到剩下柱子而已 拆到剩柱子 他才又盖起来 那我先请教一下义副兄 你看这个有违贱吗 我觉得最实际的方式 就是去勘验 拿原始设计图去勘验 勘验管政筑物都不去当地 对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看那个苏嘉全那时候的案子 是香 香去勘验以后 还开出一张六万块的罚款 农地非农用罚款 香嘛 那违贱当然隶属于县政府 该去勘验 或是开罚单要求改善嘛 这不是就是你的职责吗 所以 没你讲成这样子的时候 你包括连建商 包括连什么都拿出来了 把那个原始设计图都拿出来再讲了 然后你现在告诉我说 没有人检举 所以我不要去看嘛 不行吧 来 博主 我想我所知道了解了 这个房子是88年就完工 民国88年 然后到91年的时候 那个原住户卖给了李嘉芬 是李嘉芬买的 但是不是他盖的 所以像我们在买房子 就没办法租房子 要租房子就定期过来 既然已经发现 他就主动拆了 因为好像媒体还没报之前 或者耳闻 然后他们就主动拆了 那么目前我想 他们的态度是 愿意配合县府会堪 有任何违建疑虑的 都愿意配合拆除 一切以合法为唯一标准 就回到我们一般正常 应该怎么做 就怎么做 那么也希望说 这个组建户是不是违建 也希望相关单位 包括云林县政委也好 或者乡公所也好 也去调查一下会刊 然后合法了 那就赶快对外公布 目前状况是这样 那我当然觉得 就是说 政治认为有时候要比较高的标准 就是说 我们如果 违法过去 你敢买算 可能是 没有违建 还是违建 那么多 现在 你法局了 我们就主动 快处理 我是这样看这件事 人们现在建商是说 没有 我那就是没去那大间 所以因为 因为我们都不是 这是违过 很多人不了解农社管理的办法 91年 因为那 现在是108年了 所以 那件是十几年前的事情 所以 他的记忆是 91年 他是把援助户买的 还是人家主秘是说 他整个拆住村 拆住了 拆住了 我们不知道 总控制 这是怎么办 很多人不了解农村的 农社管理的法规 然后钻巧门 尤其明代钻这巧门 是不可取 第一个 他不是 我很违法 我就来听 不是啦 人家主刊卡 在插 说你有个违建 天啊 我被抓到 赶快拆 他是这样拆的 他不是道德心说 我违规 我自己来拆 第二个 他没有拆完全 我先讲一个日子 2000年1月28 或者我们讲的 89年1月28 农发条例的 第一次的部分 那个部分 就可以看出这件事情 的真正美感叠对 2000年1月28号 以前的 拥有农地的人 我们把它定名叫老农期 也不老 就是旧农民 2000年1月28以后 拥有的 叫做新农民 我们这样分 差别在哪里呢 旧农民 你的农地 不管是500平 100平 700平 都可以盖农社 2000年1月28号以后的 新农民 你的农地要达到 两分半 就是756 756.25平 你才可以盖农社 2000年1月28号 以前的旧农民 你随时可以盖 盖完随时可以卖 注意这个点 随时可以盖 随时可以卖 2000年1月28号以后的 新农民 你的户籍要进来两年 拿到使用值到五年 还要符合两分半以上土地 盖完的农社 要五年以后才能移转 才能买卖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可是有一个共同的规定 不管新或旧 不好意思 你的地基面积 不可以超过100平 就违髒了 我说这句就违髒了 地基面积 不可以超过100平 或者十分之一 比如说我是两家坡 我的十分之一可能几百平 不行 你还是只能带100平 那地板楼地板面积 最多不可以超过150平 那地板150平 也超过了 第三个 屋顶的高度 最高点到最低点 不可以超过10.5米 三楼 三楼 几楼算三楼 所以10.5米是上限 它也超过了 所以那个建商内行 没有 那个定义 你讲的是那一个非农业 这个是农社 农社的规定 这个如果在农业区的话 它的标高是14公尺 不一样 他们的所在地不一样 我们在整个农业区的规范 大概就这几个点去卡 好了 那会产生一个问题了 你注意到他交易的时间 是民国 刚才议员在说的 91年买买的嘛 7是民国88年嘛 假设宏仪大哥 你现在看到一块农地 你现在要买 我还啊 我现在买 我就变2000年 128以后持有的 这个地方有点漂亮的 但这个地方500几倍而已 500多平 不到两分半 可不可以同事 不到750平 不到756 不行 那你会怎么做 不然我拜托你去 你是原持有者 我拜托你盖 因为你没有平速限制 你盖完再连房子跟土地 也没有限制 你就可以移转给我 这就散过了 2.5分浓发条例 第一次修改的一个门 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建设的桌拿出来看 其实建设的拿出来看 你如果猜到只剩一根柱子 那个2000年1月28以前的资格就不见了 你就要试用新的农发条例的标准 就是这块地上 只能盖资财室 不能盖农资 我现在分岭管政府放这个态度 你怎么办 资财室还我的 我只能这样讲 天才愿很活着 你先去看嘛 把图拿出来比照 民进党分岭是冠議員的 对 分岭管理員要比赛 比赛的时候 这时候没有人检计 你不会去也检计 他说没有人检计你就相信 不是啊 媒体都已经报了几天了 我只是怀疑 记者查证的时候 是去分岭管政府查证 分岭管政府更快通计说 诶 有人来一百坑 拼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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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会赶快拆啦 限制要在一天之内 赶快把它都拆掉 所以我们还怀疑说 消息泄露 国民党这间的云林县政府 含义有套吗 你明白吗 你如果和平有 我说这个事情 我们大家锁住一件事情 这样就没人检计了 建计那种检计 如果跟现况到最后 真的只差 只有一根柱子 是跟原来一样的话 他没有资格盖农舍 管政府说我没人来检计啊 宣企做谁的时候 站在那边啊 那你这边怎么给他感动 其实那个 我就看张立善 张立善该撑到什么时候了 因为那个建筑就在那边 它不会消失嘛 它不是大卫魔术 一变明天就不见了 那个农舍在那边 那现在只会越来越多人 把这个事情 包含原来的地主 慢慢地把这个印 那看不下去嘛 因为我觉得张立善 如果他在这个问题上 模模糊糊 还要企图护航 我依法行政 怎么这么好听呢 好 没关系 你就继续讲 7月15号以后再处理吧 你就继续讲 初选结束 我觉得张立善你就继续讲 老雷老雷 大概会等到7月15 初选完以后才处理 有过一种方法 没过另外一种方法 对对对 因为张立善一直说 我再了解中马 7月15号初选完 就了解结束处理 7月15号之后 会不会又说 要等1月11号 张立善 有可能的有可能的 被人家怀疑 是你家也有啊 我觉得当韩国 其实我们真的 最近一大堆 包含农舍事情 包含高中生到高雄 被韩粉大妈骂等等 韩国瑜的民调 不减反征 这个连过台你们都看不下去了 我们现在都在帮他增加声势 对啊 这个韩国瑜不简单 你看我们那个杨大妈 杨大姐 杨大姐 杨妹妹 杨妹妹这样去呛他 对不对 现在韩国瑜的民调越呛越大 那我是希望他接下来 等到初选完结束还是如此 但是我必须要讲这个解释 当张立善张荣卫家族 就站在韩国瑜身边 韩国瑜代表的是什么 就是地方派系的大姐 所以如果韩国瑜当上总统 这个房子根本不用拆 这个好拆的 这个列为 我跟你讲搞不好我把篮球材再盖回来 盒子盖回来 这个成为这个旅游圣地 这个这个苗栗的马家庄一样 马英九以前在那边带过 马粪馆 马粪馆一样 这个叫韩粪馆 其实韩国瑜已经有回应了 他请他的新闻局局长王潜秋 他们有说我们已经用最高道德标准 他们前面那个猜除 他说我们已经用最高道德标准 已经处理了 而且没有给媒体这个机会 讨论机会没有是我们自行猜除 那就看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逃不了的 别人的最高道德标准如果是100分 他的最高道德标准是几分 我觉得要不是媒体追到 一件事情不是媒体一追再追 才出来的 这是国民党的 新北市议员蔡淑军 今天说他已经收到选民的讯息 说高雄市长韩国瑜 像是共产党的毛泽东 用民粹主义来获得初选 加上最近标骂霸凌事件不断 他认为初选前到台湾 最美的风景就不在了 人啊 最不最漂亮的风景就是人 但是那也没在 那我要请教一下光潜好不好 是 因为你也深受韩粉的霸凌 那你有什么感受 蔡淑军是我们领口当地选区的议员 我真的很讶异 而且我也很高兴 他能够开第一枪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针对韩粉的霸凌事件 已经发生了这么久 而且他们同党的自己的明代 深受其害 你说那个 臭大展的女儿 邱淑宇轩 高雄市议员 他有一次在我老公节目里面 讲到被韩粉霸凌痛哭流涕 在上电视的时候 怕他说我挺高雄 而别人就贴他标签说 那他就不挺韩 以致在受到霸凌 因为他三个小孩 然后他因为这样子 他干脆不上节目了 他就回到高雄在地 这么惨 对 不只是讲万安 你知道吗 他们讲到就是 要不然就是哽咽 不然听到邱淑宇轩的故事 他们旁边做的议员也都哽咽 我说你哽咽什么 你们这些名代 你们是选民用选票选出来的 不然你应该像蔡淑君 什么叫在地的声音 什么叫民意 最近发生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声援 那个煎饼店的老板 他都已经为了被韩粉 这样硬生生 而且是不要再讲假韩粉的 就是活生生的真韩粉 你们以后不要再制造捏造 所谓所有的事情 都是民进党1450 什么假韩粉干了 这个领导人 韩国瑜每次都推给假韩粉 他们骂得很难听 你们碰到真韩粉的时候 谢谢 好谢谢 为什么 你看这张照片 这昨天网路上疯传的 我第一时间接到 我就po了 这个就是杨大姐 大我两岁的杨大姐 这杨大姐就是上次霸凌 那个煎饼店 煎饼店那个女生 是八岁的大学生 好 这个是跟韩国瑜 麻烦 所以我下一个标题说 原来你韩国瑜讲爱与包容是 这个才是你的爱 这个才是你的包容 所以你因为爱 你们互相爱 然后因为你们互相包容 你只包容韩粉 你自己的韩粉 韩粉霸凌别人 你都不包容 也没有爱 所以你才会碰到麦克风的 你就说好 谢谢 我甚至有个念头 曾经动过念 我想加入国民党 我想去选总统 我想跟他站在那个 那个所谓的辩论台上 他有五百万 所以动个念头而已 站上去就是五百万 不然的话 一个小虾米 就用脸书 用脸书 你不要以为 茉莉花革命都是 大家用网路叛联的 可能一个民主圣地 刚开始只有100人 即500人最多 后来出来上百万人 所以你看整个核心 你问这个 柏林兄 柏林就知道了 很多事情他是 从内部的 开始瓦解 被坚强的堡垒 就是从内部瓦解 好 我们先休息 等一下 郭台铭 他接受 静周刊的访问 说到 念面 郭台铭 四年后 他就七十四回 其实 他可以留在家里 陪家人 但是 这一路走来 他感觉 他十分的满足 所以感谢妈祖 感谢官公 让他做到这样 他已经很感恩了 我说到这里 他忍不住 当场落泪 拿起口袋里的手帕 擦拭 这个泪 真的是感恩的泪 还是感慨的泪 好 来 我们来 这个看不起 对不起 台湾老百姓 如果不做得选择 我本来想选一个 口头才说 选择台名 台湾幸福 不选择台名 台名幸福 我今天 这位洗文讲到我 内心是很重 一向给人霸气形象的 郭台铭 接受专访这体验哭了 参选总统至今将近三个月 郭台铭百感交集 又话想对对手 韩国瑜说 我是希望韩市长 他要有他历史定位 可以创造三亿 当然 我一定会全力配合 把高雄建设起来 四年后 韩国瑜就算说 他做得不错 他应该这样 那是老百姓的选择 我不能私将授受 但我一定 说yes I quit 郭台铭下韩国瑜 喊韩非喊话 如果选上总统 绝对接受民意检验 他的初衷 就是替台湾搞好经济 我认为 我的承诺 就把台湾经济 搞起来 老百姓生活好了 大家觉得说 不错了 你可以退休了 话话不说 因为我不求 我不求我自己未来的 我只求一个 加以台湾的历史上 加以中华美国历史上 给我一个 逍遥的地位 郭台铭拼国民党 总统党内初选 抛出多项政见 希望打动选民的心 更动植以情 说台湾生我 养我 育我 希望回馈社会 我是抱着回馈 跟感恩的心情 跳下来 做这件事情 说你就不像个政治人 我本来就不是个政治人 我是个经纪人 郭台铭认为 呼吁让韩国瑜 留在高雄 共创三赢 国民党才不会分裂 领袭政见 感性诉求 初选战况激烈 也让郭台铭 难得在镜头前 激动落泪 我判断 我判断 事情还有很大的变速 有什么这样说 今天啊 郭台铭最新的说法是 郭柯配的问题 初选明朗后再说 初选如果输了 就不是输了吗 赢了就是他啦 怎么还有选后再说呢 那我先请就要实情 是 你刚刚看 这么霸气的郭台铭 为什么会掉眼泪 我觉得两个部分啊 第一个是说 其实他的阵营 在面对大家询问说 你会不会拖党参选的时候 其实他的阵营 都讲得非常保守 到目前没有这样子 到目前 他一直要加到目前 那所以接下来会怎样 我觉得那个情势的变化 还很多 第二个程式是说 他为什么要哭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哭 可能心里面有非常多的委屈 7月9号 因为他的阵营 其实骂党中央骂得非常猛 这几天 不管是发言人 或者是郭董自己 他都炮轰党中央 然后你们放纵 韩粉这个样子啊 这个党会完蛋啊 等等的 我觉得他有很多的委屈 可是 这 你在初选 你的主轴要清楚 你一方面又是一个 英雄式的 霸气的大老板 你一方面又要示弱 因为他讲的话 其实很丧气 哭的时候讲那段话 其实还蛮丧气的 那所以我觉得 那个轴线就不清楚了 那 所以你要表演哪一套 我看不出来 这样有到没猜 郭董 你练也练给人家看不下 对吗 我觉得他 红丹东 红同情 我认为郭董 从头到尾的策略 选战策略就是错了 他一直在讲 我从来没有看过 他掉过眼泪 从来没有 因为他一直都是一个 成功的企业家 他是硬汉 他是一个非常有霸气的人 他要做的是一定要做到 怎么会哭 你怎么会哭 而且我觉得 他一直在说什么 要三赢要三赢 然后这个韩国瑜要 应该要留在高雄 你是参选人 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 应该是我们 在分析国民党 接下来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做这样 这个时候他还要劝退 劝退那个 哭着劝退 你们都同样是参选的人 说你不要选啦 你这样子会 输国民党会戏啦 我觉得没有道理 毫无道理 我觉得他完全错乱自己的角色 逸夫兄你怎么看他的眼泪 他的眼泪 其实那一天 其实是七月九号 晚上的专访 那一个我所知道是 去专访的记者是 半小时前 接到通知叫他去的 半小时前 对 接到通知 请问一下 我们该国媒体 谁何德何能说 半个小时 记者就跑过来 一定要给你专访 资源多 你看多好用 拜托 半小时 半小时 叫我们去吃饭 我们也不允许 那一天是 那一天是七月九号 对吧 那一天是七月九号 七月八号开始做民调 到七月九号 大家都有去监听嘛 当然监听完 我们也去问了一下 都去问了一下 其实第二天 第一天 据说啦 第一天 其实两 双方还很近 韩只有小银 一点点 第二天 韩大银这个拉开来 就是七月九号 所以七月九号 当天 又找了记者去专访 又在那边掉眼泪 又在说韩国瑜怎么样 其实为了什么 就是七月九号输了嘛 大输了嘛 其实你看郭台铭的动作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就你还要再去问说 国民党的初选民调谁赢吗 现在现阶段谁赢 你看郭台铭的动作越来越大就知道他输了嘛 这还用问什么呢 这根本连问都不用问了嘛 其实他这个 才会输多少 但是我觉得哪一份民调是可以做参考的 苹果 我同意 苹果可以做参考 苹果很可能会是最接近 国民党民调的结果 所以打消了倍高% 现在大家在算法大概都是说韩国瑜至少会赢6到8%以上 现在看到的苹果 其实你注意看苹果的对比刚好就赢9点多% 赢9点多% 所以韩国瑜现在党内的看法甚至于都有可能赢郭台铭超过10% 这么多啊 都有可能赢超过10% 来 郭文兄 我也支持义夫兄的说法 因为过去一个半月以来 我有自己帮韩市长做了三份全国性的民调 那很巧我每次做 你自己帮韩国瑜做错 我自己做 而且我们那个民调公司非常准 也是在台南 大概以现在算一个月前 那时候很拉近 只差三点多 然后后来又拉开了 那每一次我做的 我们以为我们自己花钱做 因为报纸不是我们做我也不知道 然后两个给他一比对 确实都很相近 所以我很确信 我觉得根据我过去那三次的经验 我觉得这个是可信度 而且还有一个是2.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可惜 因为郭台铭说他如果做总统第一个 他要查赢正义 郭台铭说 这个他是孙中山信仰的支持者 他支持掌下归工 他不了解赖正义为什么反对他 他质疑赖正义要炒房地产 郭台铭说 赖正义多年前离四林官邸旁边弄了一块地 大家你知道吗 四林官邸旁边那个很贵 这边那时候超买300万 他说这个办公厅建案 赖正义知道只要郭台铭去买 买一户把人带一带 要号召力嘛 郭台铭也带一带了 他当时有去订了一户 然后他去问台北市长郭龙斌 说那个建案的状况 郭龙斌给他说 按使用分区规定 那一块建案办公室是违法的 结果 这个郭台铭说 那我被动 这个退出 他退出 那个房子 他退出 他说因此得罪赖正义 郭台铭说 赖正义怕他选总统 怕他当选总统 我当选总统第一个查他的税 郭台铭说很多人反对 我征收富人税 怕缴税 但是有钱的人赚了钱 就是要缴税 他当选一定查赖正义的税 赖正义啊 说没有啦 郭董 我们应该是五回 我自己只是帮企业讲话 我跟你又没有恩怨 他为什么反对我 他又要炒房地产 我当选总统 第一个查他税 别说都不叫故人税 大家同不同意 点名赖正义是为了炒房 用尽手段阻挡 郭台铭料狠话要查税 还自爆两人 结怨始末 他在台北市林关底 边在 不知道怎么样 弄那块地 盖了房子 他只要我买一屋 别人都住进去 后来我问了一下 这个台北市长好农兵 这个房子做住家用 是为了 买卖不成的理在 我们每天都有那么多人 看我们的房子买房子 绝对不会 因为买卖不成 就会有所接院 这一栋乡林市林关底 疑似就是郭台铭跟赖正义 两个人接院的关键 因为这边 它其实是商业用地 是不可以拿来当住家使用的 乡林市林关底 一共规划25户 赖正义用豪宅规格包装 开出每瓶300万天价 完工至今一户都没卖出去 但外界认为真正的导火线 恐怕是这段话 这些努力打平台赚钱的人 天天从他登上去拔脑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不合理的事 郭台铭想克服人税 赖正义跳出来带头反对 两人从隔空互抢 到指控炒地皮 郭台铭自从宣布参选后 不止一次和商界大老司破裂 请教一下这个青鸿兄 做总统可以这样插水吗 这反差很大 刚才我们曾经说他悲情 他悲从中来然后哭 可是现在下一段 宏宇兄你讲的又是这个 非常霸气 我们做总统可以 积名要跟他一个 起立家插销 而且还是反对他 跟他有恩怨 是啊好恐怖 因为赖正义说 你做总统想让我们 都要给你 你挤一楼挤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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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他提那个 所谓的富人税部分 是属于证件 公共的论述 公共事务里面 有他的租赁 对对对 但是他把这个东西 砍作是对一个 特定的这个企业家的 这个报复 因为政治最不太支持 不太保护 这个霸气是过头了 我不能这样说不对 基本上 基本上 建设系统的 大部分是 比较多是韩国语 有很多 中南部的建设系统 都免费他在带韩国语 做公共 这是不是有关系 对郭大人来说 他会觉得 大家都别不去业家 我就拚经济厉害 我对国民党府算多 我现在参算总统 不但 党没带我到三天 你们这些 企业团体 工程团体 我现在用这个 提出公 要用夫人税改革 国家财政的问题 或是要做什么 你现在把他 QR 去计时韩国语 不过这有这种氛围 不过我就觉得不宜 最后阶段 国民党出选很有趣 就是说他在出选的期间 可以开记者会 然后可以评论民调 可以买广告 非常非常有趣 所以郭台铭先生 还有两天的机会 可以努力 因为他资源也多 所以还可以努力 但是要加油 我感觉因为我没有看民调 黄英英你自己有做民调 我感觉 如果他现在的进度 韩国瑜是贏了 韩国瑜已经贏了 所以郭台铭应该要 认情输客看看 是他需要国民党 或是国民党需要他 当初国民党要到处的时候 找他救急 如果这个筹创 是让他觉得 这么多危险没关系 他可以输客看看 不然他可以 用他自己 起立家的身份 反正他五十年来 起立做行李打拼 不用靠国民党的东散 其实可以考虑 我觉得以这种霸气 他不是不可能出来选 可以考虑自己走自己的路 因为他今天说 要不要郭柯佩 他说初选明朗后再说明 这句话有伏笔 我先谈一下郭台铭的眼泪 我看了之后我觉得 你有资格吗 他两千亿的眼泪 所以我很珍惜 我充满了珍惜 历历 历历都是钱 错过这一段时间 以后看不到 对 这个是空前绝后 连他老婆都看不到 我们看到了 他那个掉下来 是像那个猫尼的马克掉下来 我们就很感动 那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郭台铭 他这个 我觉得他这个 当上总统很可怕 他当上总统会赖正义 可能要移民了 很多富商都要移民了 就是说 你今天有什么资格 针对一个人 说我要查你的税 这叫公器私用 公报私仇 你跟赖正义有什么 买房子的事情是你的事情 你今天你觉得赖正义 有问题 税有问题 请你去财政部检举 你现在就可以去了 你现在就可以去 你不要说你当上总统 才要去指明 去要查谁的税 对 就我觉得 郭台铭讲这个东西 其实已经失格了 那他为什么会掉眼泪 他已经慌了 因为他发觉 他的民调 已经差这么多了 差到8% 9% 差到8% 9% 如果他到时候 他如果他还要脱党参选 没有正当性 所以我在想 他这两天 会不会就不跟你玩了 你看他这两天 他不只 他很奇怪 这些富商应该是你的好朋友 他以为说我要增富人税 可以增加青年人对他的支持 因为他以为青年人反 这个反 反丧嘛 仇富嘛 可是当你说你要去 针对赖正义磕碎的时候 大家看到一个皇帝出来了 所以我认为年轻人会吓到 你这个怎么可以 可以这样子无法无天 所以我觉得 郭台铭这个战略就错了 因为你自己也是富豪 你以为你说要增加富豪税 富人税 你就可以变成庶民吗 不是嘛 你还是富豪嘛 所以我觉得 他的战略逻辑是 战略逻辑是错误的 颠倒的 那你看 他的 他这边的什么电子五哥 没有一个人支持他 因为他当初都是挖 别的公司的人才 挖脚 所以他的电子业的朋友们 也不支持他 没人站出来 对啊 你的电子业的朋友 也不支持他 我妈妈的都要喝 每个人都对他 所以你是说 电子业的朋友们 对 那你要先确定 他在电子业有 对 他没有朋友 他在电子业没有朋友 他在商界的人员 商界人员其差无比 然后你的这些富豪 应该是跟你同一个位接的人 也不挺你 然后你认为你这样 可以去吸引到 这个年轻人中下街旗 我觉得 其实是适得其反 你看他那个 第二场的国民党的 那个国政说明 一下又是这个 那个什么 那个布袋系 一下又这个纸板 我搞得这个手忙脚乱的 后来证明就是怎么样 他没有一个主轴 他可能 他可能 有钱有收也不好 有钱请了五家公关公司 结果没家都说 你要照我的讲 那什么都讲你 什么都讲你 就没有主轴 所以你看后来 第三场 他回归了 他就全部都没有手板了 也不搞那个布袋系了 就是说你今天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是经济外行 郭台铭是政治外行 国民党现在两个最主要的 一个是经济外行 一个是政治外行 韩国瑜经济外行 我们不用讲了 韩国瑜政治行不行 至少他比郭台铭行 至少他比郭台铭行 我必须要讲 至少 我觉得他政治不错 但是他又说 政治零分经济一百分 你又说他经济外行 所以他什么都不行 就零分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 这次真的很有意思 就韩国瑜台铭 到目前为止 他在这个政治的操作上 虽然他做了这么多广告 而且这个广告我看起来 其实品质感都不错 可是他一讲粗话来 他整个宣传都破功 那你再看他这两天 他现在还不止 那他这个是什么意思 郭柯佩出选明朗后 再说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他埋下了一个伏笔 他不会退 他 现在不能讲 万一柯文哲突然说 谁要跟你配 那多丢脸 其实他讲这个 讲这就认输了 我现在在跟你民调 我还在谈 脱离国民党的 另外一种搭配方法 我如果有自信会赢的 我不讨论这个 我就是会赢 刚才讲那个人员 讲一个人就知道了 林百里 光达 林百里跟他 他二十年的交情 然后林百里 林百里跟他 然后抢单 抢来抢去 林百里 没说过 伯伯何为 可是郭台铭为了特定的目的 看到林百里 可以抱着 大哥 所以郭台铭其实蛮厉害 在商场上 他可以翻来覆去 但他在商场上 没有朋友到什么境界 欧金平就算要支持过台铭 欧金平的生理解冰都说 不要啦 你这样很威賴 你知道吗 就是王金平的商界朋友 会认为如果王金平去挺郭台铭 会让他们陷入天人交战 你就知道郭台铭的人 最后是好到一尊 他讲那个查碎那个动作 我们把它深层来看 我们反送中看香港 到现在为止 不管林郑月娥 或者习近平 或者中联办 就是一副我要干嘛就干嘛 我管你几百万人 站在街头上 我们台湾的年轻人 或者四十岁以下的人 习惯民主文化 你在那边接受一个总统 我当选之后 李清风我讨厌你 我查你家的水表 水表 PTB是查水表 你要查 那我支持王定 有意思说 这种动作凸显出的 他真正的自己就是 民主不能当饭吃 那才是他真正的自己 那他现在这次选举 陶宝老师说 你看到很多广告会感动 我看到的是 他的钱其实都浪费掉了 那不是他 就那个情节很漂亮 运镜很唯美 摄差拍得非常漂亮 那就是不是郭台铭嘛 所以每次 这边在哭 七月九号哭一哭 七月十号要查人家税 我又不是昨天才出生 然后明天不看新闻了 会矛盾 另外他这个眼泪 其实是连续的 六月份 我刚才查了一下 谁先哭呢 曾欣盈先哭 他老婆就哭 感动啊 我老公选总统啊 后来六月十五号 李嘉芬哭 李嘉芬那天哭 还不是为了高雄的登格勒哭 然后到现在 民调只剩两天 一定有幕僚告诉郭台铭 你的形象太刚硬 要较流 要较流 较流的就好好的 爆炸民旗给人来哭哭的 这个都是短期操作 我觉得不容易骗到 现在这场选举真正的最重要的重点就是 按照现在各交 我还没有听到一个人讲郭台铭赢 我听那些专家 桑义夫也说这样 台湾都说这样 我不是专家 就是韩国瑜大概初选是赢的 我问你 我们说得直接呢 郭台铭会投党三选吗 可能性很大 很大 我认为很大 因为昨天范老师也说 郭台铭的个性是输不起 第二个 郭台铭辽国民党辽不起 我根本不需要理国民党 一个是输不起 一个是辽得起 韩国瑜反过来 韩国瑜现阶段 他其实是需要国民党的 韩国瑜是离不开 现在离不开国民党 但是韩国瑜输得起 我还有高雄市长可以做 所以一个是输得起 然后抛不开国民党 一个是输不起 国民党对他来讲 是你借我钱 你跟我借钱 又不是我给你借钱 所以郭台铭没有国民党 OK 而且你仔细看一些蓝营的 不管一些名嘴 媒体人都要说 你大过国民党 你根本不要跟他玩初选 他围的缺点就是玩了初选 现在亲民党也开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提名 然后有人问柯文哲 就问了各种可能性 其实都在试探郭台铭 就是这场总统选举 结束了没有 我现在看他 他的团队各方面 并没有因为初选 接近尾声 有盘整 还是继续有 一般有签就会死 所以你判断 我判断郭台铭 继续下去有可能 你看郭台铭这样 昨天真的是失控 失控哥 他骂那个国民党 骂什么中常会 骂得好像说 义和团 对义和团 然后说什么 你看我对你们国民党 多少的帮助 然后你们这些中常会 你们自己好好想一想 然后想一想 未来你们搞不好 再这样下去 被蔡英文完全歼灭 歼灭 对在讲那个 那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那个是挨的美吨书 对啊 那好像就是我要跟你决裂了 我不是要讲 就是说我觉得国民党 现在这些中常委 在很紧张 如果他真的成为 国民党的候选人 他未来 这个党机器在他手上 我补语 姚江林有回他是对的 他在基隆 郭台湾在基隆 就骂国民党 行一行吧 然后告诉韩国瑜 quit 你辞 我会把你要 你要的我都给你 这是公然 所以他现在其实已经在做 告诉大家说 我初选不会赢 但我一定要选 所以国民党你行一行吧 姚江林说 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很清醒 才会设计一个制度 让你可以选 所以你看到 他现在的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手法 都没有任何的效果 韩国瑜怎么可能 因为你讲秩序话 我就退了 他也就是说 你退 我来选总统 我可以帮你 不但一上总统 我可以帮你高雄市政 可是他搞不清楚 现在韩国瑜想说 我的民调比你高 我怎么会让给你 那不是天方夜谭吗 所以我觉得 郭台湾 他这种枭雄的性格 而且 他 他听不太近别人的意见 他认为他是对的 他认为他自己是正确 但他过去 可能在经营企业方面 他有成就 可是那个东西不表示 你对政治的判断是对的 我觉得他对政治的判断能力 是有问题的 他对政治不懂 那因为他从过去 从他从小 他没有一个政治的完整的训练 他也没有相关的学理的基础 他也没有相关的实物的操作 所以你会觉得 他在操作政治上 非常的出现一连串的错误 而且我不想想这些错误 很多是他因为他自己 OK 好 这个 我觉得有变数是 因为王金平知道 这场初选有吴敦义 对 事后他说他讲顽皮话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暗示 就表示这个初选是不公的 王金平大家都知道 跟郭台铭好像有结盟 所以郭台铭今天在讲这个话 跟王金平 我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是有变数的 称呼兄你觉得 这个郭台铭会拖挡吗 我没有认识他 他会拖挡 但是我希望 他可以 刚刚那评论 因为他前半生都在企业界打拼 跟国民党失联50年 然后回来参选 绕得现在这个情况 就像郭民党 花很多钱 不知道几个人 他在做郭民党的筹创 绕得如此的禁地 冲着这句话 他应该争一口气 为自己的second life 第二人生 走走看 看是不是能够 在政治这条路上 能够走出一条路 但是我个人是鼓励他 但是这个东西跟提示 我参个话吧 我觉得我个人不是鼓励他 我个人判断他的情势是什么 就是说我郭台铃哪里输一个韩国语 不完啊 不完啊 第二个是最大的 结果我初线没过关什么都没 结果我红海董事长又死 那简单啊 那是没关系 那是难看吧 难看吧 他在等一些讯息 你想想这组很可怕 如果王金平 郭台铃 柯文哲 合作了 对 有没有可为 做行李 有可为啊 算盘这个好店 有可为啊 郭台铃他不会赌气 郭台铃赌气只有一天 他现在就算盘 这个加起来 如果有可为的话 那就一个新的局 这是一个可怜的局势 在单纯这种 国民党初选的发展过程里面 王金平院长在前一阵子的那一个 所以不参与登记的这件事情中 让大家讨论很严重 他的重要性就浮现了 那所以大家说 他到底是会倾向韩国瑜 还是郭台铃 显然他用非常有技巧的方式 维持他现在的影响力 那刚刚那个洪怡是在讲说 选后在说郭柯佩 那不过就很奇怪 为什么记者会 大家在探寻这个讯息 其实不单纯只是局势的分析 是不是在国民党初选之前 郭柯是不是有什么样的 连续管道跟接触 我相信我判断是有 所以这个气氛是在酝酿当中 像刚刚定议员提到过的 如果综合大家的影响力 比如说经济上的影响力 地方派系的影响力 甚至在网络上的影响力 这样的组合 确实是在台湾总统的选举里面 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当然回到郭台铃 那现在他还有两三天路要走 他要去收拾这个后面的局面 就看他自己本身的算定 不过我是这样想 我刚刚说过了 他回不去鸿海 他现在把大家郭董郭董 他现在也不是鸿海的董了 这个仁顺的第二条路 值得尝试看看 哪一条 哪一条 对啊 这是独立参选总统 但是跟别人结盟 一定要结盟才能走下去 郭台铭如果要 我觉得郭台铭跟王金平 跟柯文哲配都有互补性 因为柯文哲可以帮他带一些年轻票 王金平可以带来是南部的票 或者因为郭台铭是外省级 就有省级平衡 但是王金平会不会愿意为了郭台铭退党 而且还不选哦 对 郭柯配然后王金平退党 这什么理论 而且还有一个困难点 是因为三个 不错 不错 郭王配 我不懂我可能是郭王配 是三个人都要选正的啊 对 三个人都要选正的 那是怎样 对哦 本来三个都要选正的 但人生有了共同的敌人的时候 一切好谈 谁会扶谁 我是觉得 这一次王金平也好 郭台铭也好 都在告诉他们一件事情 党中央办的初选太烂了 那太烂了之后 他们会有什么反应 是不是参选不一定 但是这一群人的情绪是一样的 好 保险 衣服中要補充 等一下我们回来 好 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头长发 穿着黑色的外套 她就是在高雄煎饼店 被韩粉骂的女学生 事隔五天 首度露面 因为很多人跟我说 谢谢你 因为你是这件事的牺牲品 然后让我们看到 那些人的眉毛这样 戴着口罩 却遮不住蔡同学红肿的双眼 这连几天在网路上 被网友指责谩骂 精神轰炸到 几乎是天天哭着睡着 还一度后悔 当初去买尖笔 就是说要扎我家 或是漏收我 把我抓出来 然后还是 就是一直打电话给我 或是骚扰我的朋友 这样子 就是因为担心 我攻击到家人的关系 连家人都被牵扯进来 蔡同学想到 这红了眼眶好难过 18岁的他才刚刚高中毕业 现在是健身中心的培训教练 事发后靠着同事 还有当健身教练的男友鼓励 还有勇气面对 现在决定要对骂他的网友提告 因为我觉得他们应该要 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然后不要再障害下一个人 看到他这样哭这几天 然后也没睡好 眼睛都肿了还上班 面对不理性的网友留言 蔡同学现在出门 都得戴上口罩 他被认出来 心情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现在他只希望 生活能尽快恢复平静 绿党也有做民调 看起来大概就刚刚跟苹果差不多 韩国瑜41.8 郭台铭28 两个人差距13% 那么这个朱立伦18% 那这个民调啊 绿党的观察是说 五位候选人里面 韩国瑜的无法选出 只有16.3% 其余的人都高达35%以上 强烈传递非韩不投的讯息 这代表确实有部分的韩粉 真的在家里面 帮韩国瑜当电话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政长支持的比例上 泛蓝飙升16.3% 泛率下降16.7% 这代表确实有部分的 磕粉 英粉 贯票给韩国瑜 应该就是韩国瑜的支持度 瞬间飙高的关键 所以在这儿 真的要鼓励郭台铭 你真的不公平 你会算不扣 这是你有钱的 真的 因为郭台铭自己也这样讲 就是说 我的支持者都要上班 韩国瑜的支持者 就在家里等电话 他就讲 哪个手机民调都不愿意 什么都不愿意 所以他已经这样讲了 不过来 艾伯兄你怎么要補充 我觉得一件事了 刚才谈到其实王国科 其实彼此私底下都有在联系 都有管道 这一点我就帮你讲了 不要说什么你判断 确实是有 你看王跟柯都见过面 又不是没有见过面 五月六月都一直中间有人来告知消息 都有 那你说大家都在看说 王金平的力量 柯文哲的年轻票 郭台铭的知识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他们离开国民党以后还剩多少力量 王金平离开国民党还剩多少力量 地方派系会跟着王金平走吗 地方上这些提名的立委会跟着郭台铭他们合作吗 这国民党提名的 那你要怎么运作呢 那你这三个人里面难道真的是 我们想象中一个叫做什么 王金平本土 一个郭台铭是知识 知识栏经济栏 然后一个是年轻选票 难道真的一加一加一等于三吗 是这样吗 那这样子不要选了嘛 陆海空军都有 那个柯文哲的姚说 年轻人啊 我们现在支持王金平当院长那些年轻人有几票会过去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其实这种想象 当然大家都说这种想象都很有可能 反正就是想象一个年轻人啊 钱啊 开戏啊 其实这种想象完全是错误的 离开国民党以后 这些人有能力 有多大的能力 我不相信啊 我真的不相信啊 而且还有一件事 郭柯配 柯文哲跟你 郭台铭配我做副的 柯文哲会同意吗 那倒回来 郭台铭会同意吗 我退党只是为了 我脱党只是为了选一个副的吗 不然你又 柯文哲说 难道我只是当你的副手吗 除非有一个前提 柯文哲真的不选要组政团 除非这个可能性 我组完政团以后 推不分区 然后呢 我去搭档的人 有钱 可以让这个政团运作 除非是这条路 否则我不认为 这个局面可以搞得成 除非是 柯 确定不选总统 要搞政团 然后永续经营 一个组织下去 看2024年 我说除非是前提是这样 否则不太可能 我补充一下 刚刚提到那个民调里面 那个苹果里面 也有调查一个 就是现在最多的是英粉 大概15% 300多万 然后第二个就是 韩国瑜有11 他做的是10.4 那我自己做的是10.9 所以他是真的有 很高度的正相关 那就是说 每一个政策都要去思考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非谁不投 那当然是个人的努力 你平常怎么做 怎么做到能够让你的支持者 能够认同 安心的认同 而且到处帮你拉票 那才是胜选的关键 是不是所有政治人物都一样 你本身要怎么经营好 让你的目标 像刚刚这几位前辈也提到 就是说当你资源很多是好事 但是资源太多 同时去做的时候 难免就主軸就不清楚 反而会复杂了 那就失去了你当时 做这件事情 最重要的核心的方向跟目标 我想这是应该去思考的 是 方老师 我们郭台铭现在 中南海 有栗战书全国政协主席 有汪洋 栗战书是全国人大委员长 汪洋是全国政协主席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都是我们郭董的好朋友 对不对 都有革命情感 搞不好北京就下指示了 叫你退你就得退 叫你配你就得配 看对方 北京有这么猛 有有有有 像你等着看嘛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东西就 我觉得北京也要看这一局 如果郭台铭真的出来 韩国瑜 是不是 韩国瑜 是不是真的能够选到最后 我觉得未必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柯文哲到最后 他是不是真的能够 真的他要真的出来 我觉得不是只有他自己的主观意愿 还有就是对岸的态度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还是有很多的变数 有时候逼着你配的时候 你不配都不行 这个老大哥讲话了 所以这点来讲 我觉得要把这个东西考虑进去 那如果是韩国瑜真的出现了 下礼拜他赢了 柯文哲会怎样 柯文哲会恭喜他 表面上恭喜他 但是我觉得他们都在看出说 我觉得都看出国民党 国民党中央的态度 国民党现在是真 国民党中央的态度 现在是打算要把 这个月底把全代会 用全代会删除总统兼任党主席 对 就是还是要 怕某人兼党主席 对 怕某人兼党主席 或者很怕某党主席没头脑 都有 不过我直接放了 那个里面都充满了算计 对 我跟你讲 第一个韩国瑜假如他出现的话 那马英九 过去国民党这些中央权贵 其实这一次是压保 压在郭台铭身上 所以国民党的党中央跟韩国瑜之间 一定有个磨合期 也许会磨得很好 但一定会有冲突 第二个 韩国瑜又要开始处理高雄问题 你到底这个市长要不要当 是要洗雕 还是挂在身上 登革乐 七八月份的 红台脱脚楼 全部都黏在你身上 韩国瑜要做这个判断 这会影响到 至少高雄一个都会区的 一个政治的生态结构 对不起 如果他死要不要补选 三个月 三个月 他如果老口肝 七月八月 才给你洗掉 十一月份就要先补选了 十一月补选 对就十一月份就补选 就不会到一月十一了 因为三个月那要补选 那他就可以摆脱什么罢免的问题 还有高雄市政 到底做得好做得不好 韩粉非韩粉就不要在那边吵了 否则你想想看他如果选总统 每天都有个摊位 在那边要罢免他 然后告诉你市政做不好 议会还要质询 你还要请假 那个其实朱立伦上一次选总统 就已经很惨了 所以这是第二个事情要处理 所以他如果辞就要补选 要补选 要补选会赢还是输 国民党 补选我个人 这我个人没有科学数据 我认为如果补选的话 陈其迈就过关了 这个我不知道 不可能辞 因为你一辞 整个小内阁全部都会换掉 那是假议题 小内阁全部变成竞选总统的团队 所以他不可能 他的小内阁现在在打选战 他实际上三个月要补选 这件事情对他选总统来说 其实是非常大的变数 他不能够让在高雄先有变数 他先有变数万一对他不利的话 他1月11就更难选 所以他不会辞 他不会辞 问题是高雄对他来讲没有加分 高雄对他来讲只有扣分 你觉得高雄还不会有加分吗 有啊 他的太太就李加分 李加分 对 不过大家看到这两个礼拜 罢免韩国瑜的活动在减少 为什么 大家休息 休息是什么 希望韩国瑜的票 支持度能够再增加 超越郭台铭 就是按住韩国瑜 可是等到韩国瑜如果真的下礼拜 突然过关了 那个罢免的 启动 重新再启动 现在已经快十万人了 你等到看如果说每个两个 每个月多个两万三万一直增加 你韩国瑜到时候 你现在已经 已经达到罢免门槛第一关 十万了 对啊 已经过十万了 对啊 等到再接下来 再到了八月 如果过到 已经过了第二 到已经达到第二关的标准的时候 那你韩国瑜 迟不迟 倒不是看高雄市是 因为你要选总统 你就要赢总统 当你要赢总统的时候 高雄市对你来讲 到底是主力还助力 他的团队要做一个决定 否则 我留个保险 留个安稳 那你总统就选不赢 这个是他们团队要去判断的 那至于郭台铭 王金明 柯文哲 我一直用给他们合作 像义夫讲的 他们合作不是谁赠谁负 也许不是那种合作 柯文哲不是没有未来的人 他够有细当 他够有络当 王金明是年龄比较大 郭台铭政治界才刚出来玩而已 才刚藏到滋味 所以一个有资源 一个有江湖历练 一个有网路声量 就算2020这一局 瞧不出什么东西来 但这三个人的合作 他可以左右事情 再加上国民党中央 变对韩国 变一个弱势党中央 这一个 这一群人的组合 对2020 大家看到这股力量 其实都要敬畏的 两分 OK 那请教一下义无兄 国民党月底要召开全代会 要删除 总统兼任党主席 为什么要修这个 为什么要修这个 因为本来就 总统兼任党主席 那就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等于当不了总统 所以怕别人想 那当然了 如果国民党当选 那个520就职当天的总统 就开始兼党主席 对 那里面会发生一些问题 就是说 郭台铭如果真的是他选总统当选 那背后的主政者会是谁 完全是郭台铭主政吗 你要讲什么 我说如果郭台铭当选总统 背后的主政者会是郭台铭吗 他背后这么多人 马英九这些人 其实党跟政 是真的由郭台铭能够全部决定吗 第二个如果是韩国瑜当选 韩国瑜如果兼这个党主席 那其他人能接受吗 那最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 吴敦玉没投入啊 删掉总统兼党主席 那就是维持党主席 依然由党员直选嘛 就是回到党员直选嘛 没有尖不尖的问题嘛 那你这样子的话 吴敦玉至少这一任做完吧 他这一任做得完啊 否则如果是国民党当选的话 他这一任做不完 就520就总统兼了 他这一任都没做完 他这一任都做不完 那不是有一个什么 总统候选人兼典党主席吗 那个是他之前讲讲的 对啊没有讲的 没有后面没有了啦 讲讲而已啦 那个是有那个过程之中 在推出选制度 那个一下什么 什么五四一下那个时候的 什么美国自媒 什么时候讲出来的啦 其实总统兼党主席 反正就私人的想法吧 不然你认为 党代表会莫名其妙 集结会去提这个案子嘛 背后如果没有一条线在拉着 怎么可能会去集结提这个案子 这个背后一定有人 这个15年算就出来了 7月15 7月15 那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7月15那一定会发生什么事 应该不会发生什么事吧 郭台铭也不会有什么宣布 我想应该也不会吧 那也要隔几天以后吧 不会马上就宣布吧 当天一定有新闻回应 一定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现阶段 他总要恭喜韩国瑜 会不会恭喜认输啦 这重点啦 对啊 会不会恭喜认输 我全力支持韩国瑜 会不会讲这种话 我看 我个人主观啦 我认为 应该不会吧 他不会这样讲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大家会问他的问题是 你会不会偷党吧 对啊 对不对 大家一定问他 你会不会偷党吧 不会问他 这个韩国瑜赢了 你要不要恭喜他 顶夫和韩老师都说 判断他会偷党参加 你判断呢 我判断一半一半 我不会说他一定会偷党 那一半一半可能性也很大 因为我讲一句白一点 我的可能性就是一半一半 偷党就是把 偷党就是国民党跟 郭台铭一起死啊 一起倒啊 我不觉得 偷党会赢啊 留在党内都不一定会赢啊 还偷党 我觉得 如果他 如果他 这个后来就 输了就输了认输了 那郭台铭还剩下什么 还剩下什么 哇 首富啊 他还有首富头衔啊 不能首富头衔不见啊 输了就没了 他人生这件 等一下 那如果首富这个头衔都不见的话 那他初选要花多少钱 才会把首富给丢了 我的意思是说 他的人生这件 对他来说是太凶了 本来就很伤啊 连初选都赢不了一个 一个 不是 韩国瑜 然后他的鸿海董事长又辞掉 这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为什么会赢过韩国瑜 你们都说 他连一个韩国瑜都赢不了 那我反问一句话 那为什么他一定会赢过韩国瑜呢 因为一个有钱人 其实大家都说 钱包啦 草包 其实你从国家的运作体制上面 跟郭台铭的表现来说 这就我常说的 他也是个草包啊 我们政府的预算可以不用编列的吗 他不是说吗 零到六岁 政府不用编预算 他那个超过法律以外的事情 对 然后还有什么 我先垫付 请问你 钱不够了 就是办追加 义父 有跟人家见吗 我妈刚平讲 韩国瑜跟郭台铭讲的一样 一个是说 你孩子我帮你玩 你妈我帮你一样 我觉得那是另外一样 行政院增设一个副院长 我觉得国民党最大的笑话 是把我们的宪政当笑话再讲 如果你看每一个 我们总统是不是可以见行政院长 现在说我们来震慑一个行政院副院长 放在高雄 他都不知道这是修宪的事吗 好 这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 容我请教一下 这个情况我也看不见 苏嘉全是现在的立法院长 然后苏嘉 民进党已经在高雄提名了中嘉宾这个选区 屏东 屏东 对不起 屏东 然后苏嘉全的太太说她也要选 一个是说你孩子我帮你一样 你妈我帮你一样 我觉得那是另外一样 行政院增设一个副院长 我觉得国民党最大的笑话 是把我们的宪政当笑话再讲 如果你看每一个 我们总统是不是可以见行政院长 现在说我们来增设一个行政院副院长 放在高雄 他都不知道这是修宪的事吗 好 这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 容我请教一下 这个情况我也看不见 苏嘉全是现在的立法院长 然后苏嘉 民进党已经在高雄提名了中嘉宾这个选区 屏东 屏东 对不起 屏东 然后苏嘉全的太太说她也要选 定义就是要挑战民进党 自己的党 请教一下 川普兄这是怎样 本来每一个都能有参与的主席 卉会 但是我说 但是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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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讲的是真的 因为这个要看他的心声 他都说他有心愿想要完成 但是因为洪洪珠女士 就是院长夫人 她是党员啦 我这样讲是有这个 这个前提的对 因为她是党员 所以这件事情就会跟党扯上关系 那因为我们今天有提名候选人 对吧 党不只是负责提名 一定要处理党纪跟辅选 我想这是这样的逻辑 但是我认为除此之外 因为他是院长夫人 所以大家很关心 那院长现在人在国外啦 那这个两个轴线 一个就是说 我认为他有他想要奉献屏东 由于想要 想要 想要 女人要撑起一片天 那这件事情他跟院长 这是私理 因为他们要去好好交通协调 那党也牵涉在内 龙龙我问一个观众最想问的 就是说 到底是苏家传 为了铺一个不分区 还是说 他关不掉他们的幕 不 现在 你现在 这个第二块先了 他一直说 他一直说他没战事 你好毒啊 你好毒啊 对对 你真的好毒啊 你要逼他打后者吗 没有没有 院长不赞成 是真的 苏正清委员也不赞成 但是我刚刚为什么讲一个前提 你本来 男朋友都同样 他也有参选 是意愿是表达的 对对 不过我要这样提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有可能所有的压力 所有的沟通 都没有办法 让院长夫人打消参选 有可能啊 那不得不 那这党还是浮衔党的提名人选 这是没有办法的 那是没办法的事 对吧 但是我刚才有废话啦 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希望他还是在 苏家群院长家里面 对对对 应该是夫妻没有什么不能沟通的 就我了解这个事情 不要去误会苏家 苏正清 不要误会苏正清 苏正清 苏正清很倒霉 他们都做性格在路上 逢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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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